这告示上写着 昊陵王几祖师 昊陵王跟西音王都在四处寻找 若是有提供消息上 必有重赏 这可是全大国王最值钱的人了 若是拿他领赏 几辈子都不愁 你们人族就是目光短情 钱有什么用 听说这个小丫头在玉山住了七十年 是王母唯一的徒弟 攀陶当饭纸 玉嘴当水喝 全身灵气汇聚 要是吃了它 修为必能大增 让开 赵国让开 因为这阴气可惊天的烦了 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也别想跑 谁跑我就吃了谁 又是没有胎肌就好了 把头抬起来 就是眼上长了马子 鼻子大一点 眼睛小一点 他们就认不出我了 灵气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我不仅能随意变化容貌 还能变化性别 我开始用各种脸在大荒内流浪 以后再也不怕被人发现了 有一天我照镜子时 突然发现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容貌 再也变不回去 妖怪 没脸的妖怪 我不是 我不是没脸的妖怪 我不是妖怪 我的脸无时无刻不再变化 每一张脸都是假的 无论我怎么尝试 我都找不回以前的脸 后来因为我的脸总是变来变去的 我就不敢见人 就躲进了深山老林当中 不过拜王母平日李延哥督促所赐 我的灵力修为还不错 一般的凶器猛兽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这样在山里过得也算是自有自在 就是无聊了一些 没有人陪我玩 也没有人陪我聊天 我就捉了只猴子陪我聊天 还去逗弄未化成人形的蛇妖 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了二十多年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男人 他是九尾狐妖 也会变脸 我们比赛谁变得脸多 九尾狐妖有一面用星星惊魂铸造的镜子 可以记忆过往的事情 他让我用镜子记录下自己的面容 慢慢地我学会了固定自己的容貌 刚开始我还很警惕 可九尾狐妖不把我当怪物 还教了我很多东西 这儿就是你住的地方吗 为什么 你娘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还斩断我一分 可惜你娘死了 他造的梦 只能由你来还了 就为狐妖为了泄愤 变着花样折磨我 每天为我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将我的灵力散入经脉 想要把我炼成天下最好的灵药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再过两天就是月圆之夜 你这位灵药总算是要大功告成了 让我好好想想 怎么吃了你 白日子梦 笑一眼中 也许是因为时间长了 长得九尾狐妖以为 我已经忘了外面的世界 也许因为我已经没有了灵力 他放松了警惕 当我故意激怒九尾狐妖时 他竟然毫不提防地 他冲进笼子里抽打我 他没有想到 我用一点一点搜进来的药草 偷偷配置了毒药 用血为意 毒杀了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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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